那我剛剛講過啦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期末的專題報告 裡面的話要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你要會用爬蟲 所以爬取網路上的資料 然後並且做出按鈕啦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像這一題的話是去抓那個外匯 就是外幣的匯率資料 那我希望比如說這個地方假設啦 原來這邊是沒有資料的 然後呢 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並且做什麼 像這個資料裡面的話 他就下載 那其實下載的話呢 其實就是給他一個網址 然後讓他去抓 那第二個 會需要 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他原來下載的資料裡面的那個日期格式不對 所以我第二件事情有把那個日期格式做一個修正 然後再來就是他把 B欄到K欄 裡面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新台幣 美元對新台幣的匯率啦 那從11月1號 一直到哪一天呢 到12月22號 12月22那不就等於昨天 OK的匯率變化 但是呢如果今天呢假如說我今天用那個眼睛看的話啦 這樣說真的哪個高哪個低啊 雖然你可以看得出來好像越來 好像有高一點有低一點 但是 你會發現如果 用眼睛去看這個數字啊 其實還蠻累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畫個折線圖 那可以怎麼樣 幫我畫的位置啊 假設我們有一個要求就是在放在什麼 M1這個點 所以我們可能會修改他的座標 第一個 那座標可能會需要兩個值 一個是他的 垂直 水平的位置 一個是他的垂直位置 給他這個位置之後 那第二個的話給他寬 比如說寬這個500 那高的話可能就高 高幾列呢 高10列好了 為什麼要10列呢 因為比較好記嘛 第二個如果說假設 因為下一欄 比如說我今天畫了一個做意猶未盡 我想說這邊總共有 還有什麼呢 人民幣對台幣 我想知道最近人民幣對台幣到底漲還是跌的話 其實希望把這個 匯率再花到這邊來 怎麼畫 不過你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用圖形來表示 你會發現就清楚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在 11月初的時候好像有上來一點點 然後他在大概 這個月中的時候往下一點點又往上 那也是一樣 有個趨勢好像每個月中好像都會稍微跌一點 然後到月底好像 就慢慢又上來一點點 所以美元 那假設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手邊有沒有美元 那一般是要出國才會去去買 或者說你可能會 有投資理財 或者你爸媽你可以問問他們有沒有買這個外匯 你順便可以幫他們 稍微抓這個資料 分析一下 OK 那你說匯率這個重不重要 當然如果你經常 出國旅行的時候 哇那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 我舉個例子 像我大概十幾年前 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日本的那個匯率 這個好像沒有 日元對 新台幣好像沒有 不過你可以換算 像現在的那個 一塊錢的台幣 可以換 換0.24多 2425吧 然後呢 那時候 在十幾年前 0.41 也一塊錢換 0.41的日幣 那這個概 什麼概念呢 就是有點像 如果你去吃 吃一碗拉麵好了 假如說呢 十幾年前 一碗拉麵 大概400多塊 假如說 420好了 如果是0.42的匯率的話 可是如果你現在去吃 一碗拉麵的話 現在拉麵只要240幾塊 420塊對245塊好了 哇那簡直 這 簡直價差其實就 你會感覺 所以如果以現在匯率你去日本玩的話 他真的是你可能會覺得 什麼所有東西都這麼便宜 覺得非常有購物的那個動力了 那要怎麼樣可以 每次去 那個匯率都是比較低的 像我的習慣是 我會固定看一下匯率 然後呢會把這個 比如說日幣先買起來 最低的時候買 放在我的戶頭裡面 那那個不是把他領出來的 而是放在我的戶頭 那等到我需要用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把 因為我有一張 信用卡 那個信用卡是不需要把錢領出來 他將來如果說我刷卡 他可以扣我 戶頭裡面的錢 那不過我的匯率 其實是買最低的匯率 所以我常常看他比較低的我就買一點 然後當我出國的時候 我就刷那張信用卡 然後扣的話是扣比較低的匯率 而且他那個那個信用卡 其實不收手續費的 所以其實相對起來 買起來就感覺 還 還蠻 相對便宜 另外的話 甚至買機票 有沒有 甚至你是訂房 那也通通可以用日幣結帳 不過一定要選日幣結帳 這樣相較之下 你會發現 機票跟住宿 相對也便宜很多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時候匯率 這個時候 相對是 讓你可以在那個旅費上面 其實可以節省很多 這樣美元也是一樣 你可以逢低買 那你也可以放著 因為出國其實用美元還蠻好 因為你到各國 可能在台灣沒辦法換 你到當地 你用美元去換 其實大家都像 韓國 你去韓國 也是拿美元去當地換最划算 而且 其實那個 日本 韓國還蠻有趣的 他換匯的地方還蠻多的 而且每一家都不一樣 可能這一家 換得高一點 隔壁一家又低一點 你想說隔壁已經很低了 沒有 還有更低的 所以那時候 每次我們常要換的時候 好像 越來越低 後來發現 有一家特別便宜 所以 只是比較遠一點 那一定是在什麼 那個 很熱鬧的 像民洞 有沒有 那個 專門 吃吃喝喝的地方 但是還要走很遠 我發現 不太 這個可能你變成要搭車 然後還要找 可是換下來其實 你可以多換好幾 好幾萬塊的 韓元 相對起來 買東西你會覺得 划算許多 所以如果你經常有 這個旅行的 需求的話 其實匯率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另外當然 投資也是一樣 像比如說 像現在 美元 27塊多 27塊多的 可是他其實最高有到40幾塊的 1比40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放著 假如說突然美元要漲上來的話 那當然 你就逢低買 逢高賣 那當然你也可以賺一個匯率的價差 有沒有 而且你會發現27塊多 已經接近歷史 最低點 應該不太可能會這麼低了 那所以呢 當然這個匯率你說怎麼會 怎麼變 是不是會固定 其實不會固定 有點像潮汐一樣 他可能會低 也可能會高 當然你要用的時候呢 如果剛好高 那你就變 變比較貴 所以其實聰明的是說 你是 逢低 先買進一些些 把它存起來 然後逢高的話 再把它賣掉 OK 好啦 這個地方 重點就是 第一個 我們要如何抓取這個資料 並且 修改這個欄位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針對什麼 日期 移對美元 有沒有 因為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折線圖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特別用折線圖 如果你用直條圖可不可以 當然你用直條圖也可以 可是相較之下 如果用折線圖來 畫這個圖 你會發現非常清楚 因為他很高 有高高低低的 這個變化 你可以一目了然知道說 匯率的一個 波動啦 OK 但如果你用什麼直條圖或者是用圓形圖 相對起來就沒那麼清楚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 第一個 待會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匯率下載 OK 並且 把那個日期變更一下 第二個的話 會是這個折線圖 這個折線圖 畫一個 美元的 然後再畫下一個就是人民幣 人民幣 我是希望他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剛好 這邊是10列 所以剛好是放在第11列 就是M的11的地方 然後寬一樣是500 這邊到這邊500 然後高的話 剛好也是10列 10列到哪 到這裡 有沒有 這邊 所以我希望再畫下一個 也就一個 然後 最後當然是希望怎麼樣 乾脆因為這邊總共有 幾個欄位 總共有 這個 B到K 總共有10個欄位 也就10種必別 那我希望全部畫資的 全部匯出來的話 我先把它刪掉 全部匯的話呢 你會發現他就全部都幫我畫出來 那這樣就很清楚了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月 好像 美元的波動好像都高高低 你差不多在這個同一個Range 人民幣好像也差不多 那歐元 好像有一點稍微往下一點 日元好像也固定 英鎊也往下 澳幣也是一直往下的趨勢 那港幣好像有深的趨勢 OK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觀察指標啦 那最後其實再加一個刪除 所以待會我們的練習 基本上就是把什麼 把這 總共有5個按鈕 的程式寫出來 就完成了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 第一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 上面的資料 我們這個雲端白板裡面的資料呢 我是把它放在 裡面的那個雲端白板第四個 單元 裡面應該會找到有一個是 叫什麼呢 這個 奇交所這個 奇交所外幣匯率記錄這裡 那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把它點擊 其實就是這一個啦 就是 那他的連結 檢視資料 你可以看到 有幾個觀察指標 第一個他的編碼格式 他是big5 第二個的話呢 他的網址在這裡 所以呢其實 我們可以把這個網址 放在上個禮拜 的那個範本裡面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給下載 然後呢 再來就是 編碼方式記得是big5 那 按照你可以先看一下 點這邊一下 他這個檔案應該就下載 你可以把它開起來 他其實開起來之後的話就長這樣 這邊 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一樣是 這個A到K欄 然後呢 有哪些地方可能會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日期 你會發現他的日期 看起來是 看起來好像是就是 但實際上 在Excel 會把它當成是 什麼呢 當成數字 為什麼 因為 各位還有印象嗎 如果日期的話應該是多什麼 斜線 有沒有 所以應該是 2010斜線 11斜線 01才對 可是你會發現 他這邊沒有斜線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斜線的話 那 Excel就會把它當成數字 所以呢 如果把它當數字的話 將來如果你要做 那個圖表的時候 那就會出錯了 怎麼說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如果你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假設我要畫那個折線圖 第一個當然把這兩欄選起來 然後 然後Ctrl-Shift向下 先把A1跟B1先選起來 然後Ctrl-Shift向下 選到下面 然後畫圖的話就插入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什麼 折線圖 就在這裡 有沒有插入裡面 當然你可以用圖表裡面 也會有折線圖 不過這邊比較快一點 折線圖 然後你可以選擇哪一個折線圖呢 我是習慣用這個有節點的 但是你會發現 你如果按一下這個 有節點的折線圖的話 他出來結果 奇怪怎麼會跟我要的結果不同 那主要的原因出在哪裡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就是 這個日期有沒有 他 不知道說他是日期 看不懂 所以他畫出來的這個日期 就把它當成是資料的一部分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把日期這個修正一下 怎麼修正 反正你就想辦法 把那個原來沒有斜線的 這個資料 變成有斜線就好了 那要怎麼樣把它變成有斜線呢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大概幾個方法 我們如果用一般的方法 就是這邊 跟B欄再插入 一欄 然後把這邊加斜線 可是 怎麼樣加斜線最簡單 最標準啦 當然你可以用串接中間加斜線 不過比較標準的方法應該是 插入函數裡面 用那個日期時間函數 特別是喔 日期及時間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做Date的函數 什麼叫Date 意思就是說 他會幫你把原來不是日期的格式 格式化成標準的日期 標準的喔 所以只要經過日期 這個函數 格式化的結果 他出來的就是標準的日期 只是說你需要給他 三個資料 年月日 那年在哪裡 年在這邊的前四個字 所以我們要怎麼知道前四個字 那可以用什麼 Lapt 有沒有 L-E-F-T 瓜糊 然後呢 跟他講說前四個字都 豆點4就可以了 他就取得什麼 2021 那如果要取得11的話 那就用什麼 中間的話還記得吧 Mid Mid函數 這個資料裡面的話 取幾個字 他總共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資料在哪裡 第二個是從第幾個字 應該是從 4加1嘛 從第五個字 那我月份的話有幾個字 豆點 第三個問題 那就兩個字 所以呢你會發現 我如果用Mid的話就可以得到 Mid就Mid了啦 中間的資料 OK那就11 那尾巴 尾巴剛好有兩個字 所以呢我就 RIGHT RIGHT就可以 然後呢一樣給這個資料 幾個字呢 兩個字 那他回來的結果呢就會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會變成標準的日期格式 那這個地方警字號是寬度不足把它拉寬一點點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其實可以再把這個什麼把這個日期 複製一下 貼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把A欄刪除 不夠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把這個A欄刪除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喔 你剛剛的那個公式資料來源都是從A欄 可是你把它刪掉他沒有資料 所以變成他 就有這個REF REF就參考了 參考錯誤 所以怎麼辦 如果你要刪除A欄之前 你有個簡單的辦法 一般我們這樣做 你可以把 這個B欄的資料怎麼樣 B2Ctrl Shift向下 然後可以先把它 把它複製 那複製之後的話你可以用一招 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叫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就可以了 為什麼只有值 因為如果你貼上 一般貼上是會貼上裡面的公式 但是如果貼上值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裡面的公式就不見了 只會留下原來的值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就可以把資料給刪掉 那就完成了 OK 那再來喔 如果我做剛剛一樣的動作喔 A1到B1選起來 Ctrl Shift向下 那你如果假設說在插入這個折線圖的話 那結果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就正確了喔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的啦 那為什麼會正確喔 因為他現在看懂 原來A欄裡面的資料 他是日期 所以他會把 日期 就放在水平 有沒有 然後呢 資料就放在垂直 就這個是x軸啦 這個是y軸 這個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簡單的 一個 構成 那這樣的話其實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馬上一目瞭然 當然啦如果你不會畫這個圖啦 當然 最後 你就沒辦法去分析說喔 當然你可以看啦 可是問題你說真的看這個數字 看到頭一腦脹 你還是不知道到底哪個高哪個低啦 也就是說將來你要做決策 到底要買還是不買 就是說真的 最好還是給他一個圖像化的東西 尤其是你們將來在 到企業工作的時候其實你們老闆 每天都要做很多決定 那他怎麼決定說到底要做什麼樣 到底是該買還是該賣 那他其實還是根據報表 所以你可能要幫他做這些事情 所以 你們當然到企業裡面工作啦 其實每天都可能會遇到這些問題 一堆資料 哪一個東西比如說哪個產品賣的最好 然後他的趨勢哪個東西 會大賣一直很賣 那你就可以告訴老闆說這個東西 庫存要多增加一些 有些東西已經 慢慢 自銷了 你要跟老闆說老闆這個東西 不能再進貨了 不然的話到時候庫存太多 倉庫放不下 甚至會自銷 因為有時候你買了之後 你如果沒辦法退貨的話 那變成 這個就是你要賠錢的東西 OK所以要怎麼樣 讓公司賺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需要做一些分析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特別重要 第一個 請各位找一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這一個 叫做 其交所的 外幣匯率 歷史這個 打開之後的話 請你找到 這裡面有個連結 就是這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 請你下載這個檔案 試試看我剛剛做的動作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資料的話主要跟那個 投資理財比較有關係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的父母親 或者你的 哥哥姊姊 他們有在買一些匯率的話 其實或許這些對他們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其實你們 或許可以跟 跟你們 比較長輩 稍微聊一下 讓 跟他們討論一下 甚至可以 給他們 一些 你在學習上的 這個 這個訊息 對他們其實是應該是還蠻有幫助的 因為 以前如果說他沒有用對方法 其實說真的 要做一些決策 其實還真的蠻容易 就是做錯誤的決定 OK 請各位 先試一下這部分 呢